那当然也惊动了高津啦 高津对于两岸事务也很关心 他就说撞传必须要调查清楚 公布真相 不要引发两岸陷入恶意螺旋 现在就是这样啊 天大地大 人民的生计才是最大 人民最大 亮哥怎么看 秘露器原来不够 原来有但是不能用 如果陈医生没有爆这个料 因为2019年海巡署就已经被巡了 当时署长就说我们都有 那时候是李仲威 对李仲威 那后来在他后面那个陈国恩 也当过海巡署长 他最近受访也说都有啊 对有啊 但是后来抗中保台就不能用 那就是跟美国一样嘛 那楼门调不能用振华重工嘛 资讯都会回传嘛 这就是所以这可能是真相 陈医生讲的可能是真相 但是我必须要问亮哥 因为说实话 这艘我们出去这个 出去检查的这个船 它是出勤状态 出勤状态就是有相当的风险嘛 连它都不能用 所以你要证据保全嘛 你要保护自己啊 不然你会被告耶 这个你要查扣 你要知道啊 你查扣船是对方要来赎回啊 对但我想讲 或者要开罚单 我想讲的是说 我们现在远远看到一艘大陆船 然后我们的这艘海巡 虽然要出海 出海你也不知道 对方是有没有威胁 你要自保嘛 对不对 你要搜证嘛 好就算已经有的 中国制造的密录器不能用 大家都有手机吧 或是都有其他的一些替代的 你可能有什么日本Sony的 什么之类的 我说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 还是不能用 所以全船一个都没有哦 不可思议总有手机吧 这个不能理解啦 因为那个庄瑞雄公布 最近三年的资料 也驱逐了四千多艘啊 那如果是七年 就是九千多艘 那里面也有查扣的 也有开罚单啊 那你扣船开罚单 都不担心对方抗拒啊 对啊 你都不用市政保全啊 简直匪夷所思啦 就是这样啊 那尤其是我认为啊 我坦白说啦 就是这一艘船看起来 它就是越界嘛 也没有看到它做出 什么惊人的行为 为什么一定要扣船 我认为啊 这个是管碧林上任之后的 新的政策啦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去看那个整个统计资料 我们的那个海巡的驱离 跟扣船的资料 是从2016年7月开始统计的 之前没有资料 表示马英九根本就没有在执行嘛 因为那时候两岸关系很好 没有这个问题啊 可是蔡英文就一定要驱离 蔡英文是2016年520上台的 7月就开始统计了 所以就从2016年7月 一路统计到2023年11月 总共有9100件 这个显然就是蔡英文 认为必须驱离 而且要越来越严厉 那我认为管碧林接的这个位置 他对这个驱离的次数 他感到不满 他希望把他压低 所以他的手段就要更强悍 让大陆渔船不敢再来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他的扣船 强制追捕 或者我们叫颈椎登检 一定是强度增加啦 不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就说不定以前就是 把你赶走就好了嘛 他距离那个线只有0.86海里 这样这个船稍微一加速就离开啦 以前这样就没事啦 0.86海里大概就1500公尺 是啊 所以他直线逃逸 不就结束了 所以我是严重怀疑 他盯住你了对不对 你明明就离开执法线 他继续追 就那一小船我就是要扣 对我就是要扣 我就是要扣 我认为是这样 一开始的目的 然后就在那边绕嘛 不然怎么可能到40分钟 就是他在要扣你嘛 那事实上他就认为 我已经离开执法线了 你还在追啊 这个我跟你讲 这国际法上 这个介绍史应该比较熟啦 国际海洋法就有紧追权 对这个紧追权的讨论 就是说他越过你的领海线 你可不可以继续追 那国际海洋法是说可以 可是问题是 必须是在他明显犯罪的情况下 你才可以续追啊 这个没有耶 他只有越界 越界这是什么罪啊 所以重点在这里就是 是不是管碧林 要求有更严厉的 不能只用驱离 不然下不住大陆渔船 不然我难以想象 为什么这艘船 他要追成这个样子 好 所以大家看到 这个中间一个又一个的细节 每个地方都是一个这个猫腻 都是不寻常 违反我们的这个逻辑 大家不要讲什么 在路上发生车祸 第一个时间就是 把监视器画面拿出来 行车记录器啊 对不对 然后视证 机证啊 拍照啊 家属来 然后连这个船体也不让对方拍 也不给跟这个生还者见面 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不寻常 不得不让人怀疑 中间有更多的一些政治操作 我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好 我们再继续看 好 就是这个 现在唯一的线索 他反正咬死没有影像 但是他有声音 但声音他只公布 案发前的 案发后的最重要的声音 我不能公布 所以大家注意 还是有录音档的 那这个现在大概是唯一 可能真相大白 但他又扣住了不公布 那生还渔民 有没有碰撞呢 现在也是各说各话 那这个陈建仁 我们的副队长转述 注意这是转述 他说这个生还的大陆渔民 在台湾说 没有感觉有碰撞 然后呢 这个金门地检署在训问的时候呢 比路是这个男的说是有碰撞 那当然回到大陆以后 接受独家专访 他就讲得更直白了嘛 描述的很详细啊 我们的船怎么可能会翻 开急转弯也翻不掉 对于自己船的性能很有信心 要撞才会翻 所以这个句话非常有画面感 对方冲一下过来 把我们给顶翻了 还有这个时间的出入 就是我刚刚讲的 爆料者吹哨者的时间序 跟海巡署第一时间公布的时间序 是吻合的 后来海巡署呢 昨天才把本来公布的时间序改掉了 然后呢 为什么要改呢 因为按照原先公布的 一发现不得了 中间有40分钟的空白 40分钟讲不下去啊 所以把那个时间改掉 亮哥就讲嘛 这个卫星图啊 你公布出来航机图啊 就真相大白啦 那个才是最科学的 还有一个密录器的部分 我要请亮哥来谈一下啊 密录器一个人没有也就罢了 忘了带坏掉了 四个人都没有 船上也没有固定的这个拍摄器 真是不可思议啊 台湾到底有多落后 那陈玉珍是说啊 密录器早就有 而且是很够的 但是要抗中保台 所以呢 密录器之前买中国制造 通通不能用 那管闭林的脸书啊 哇就大作文章有没有啊 第一个感谢 陈建仁透过林梦叶秘书长通知 海巡署全数集团员需要的这个密录器的一个计划 目前总共清查结束哦 总共还缺了三千零六十一具密录器 我的妈呀 民进党执政了八年啊 到现在还缺了三千多密录器 然后所需的经费是两千一百五十万 然后这些艇哦 上面固定式的录影设备 发现也不够哦 还有三十五艘也要买 所以第二预备金是怎样 紧急的嘛 对不对哦 什么天灾人祸啊 要动用这个很紧急 现在全数要支付 过去都在干嘛呢 然后又再度发文 这是刚刚亮哥讲的 本来说 有没有执法过当 司法会论断 有没有带密录器 已经能够补足 没有影片的事情哦 这个副处长 昨天记者会有表达歉意等等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哦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